清初残暴统治 15世纪中期,清军入关 对汉人来说,可不是换了个统治者那么简单 1645年,嘉定左通使和一鸣进士 为抵制剃发令,与全城百姓抵抗清军 死守12日,杀敌7万余人 但粮食,弓箭不足,终为清军所破 清军入城后,大肆屠戮 近一天便屠杀3万人 但嘉定民众没有害怕 集结幸存者,站起来反抗 却又被屠杀 许多民众在睡梦中被杀,尸体成秋 20分钟后,南明将领收复嘉定 刚安定每两天,又遭反扑 南明将士无意生还 城中避难的2万多居民,也都丧命 这就是残忍的嘉定三徒 不止如此,顺治年间 清军还进行了扬州十日徒 四川之徒等屠杀 仅将南边有80万人遇害 可见当时统治者的残暴